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祝福大家新年好 我们唱歌 我们跳舞 祝福大家新年好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We are dancing We are singing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祝福大家新年好 我们唱歌 我们跳舞 祝福大家新年好 有请赞老师 好 谢谢 谢谢社会长的介绍 那么我们第一讲呢 已经讲了就是我们的基本反射区 那基本反射区呢 我们有五个反射区 那五个反射区呢 主要是肾上腺 肾 输尿管 膀胱和腹腔神经虫 那么为了便于加深我们这个反射区的记忆呢 我在群里面呢 也已经发了我这段话 就我们人的足部 如果两个组并起来呢 实际上就有一个盘坐的人 大家看到吗 就像一个盘坐的人 那么所有的脚趾头以上呢 都是代表了我们头面部的器官 那我们看到的是脚掌 对吧 这里开始是脚掌 脚掌的前三分之一呢 它代表了我们所有胸腔内的器官 所以像心啊 肺啊 等等 对吧 那脚中心的部位 也是脚掌的中间的三分之一 那么主要是我们的 所有的内脏器官 特别是腹腔里的内脏器官 所以呢 像肝胆啊 皮啊 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个肠道位 都是在这个中间的三分之一 所有我们腹腔内的器官 那脚后跟就是我们整个脚掌的 后三分之一呢 就代表了我们膨腔内的器官 所以膨腔内的器官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主要是什么呢 生殖系统 我记得那天有位好像问 我的脚跟痛 那脚跟痛呢 当然有一部分是由于你的肝骨 出现了五次 你也会跟这是什么脚跟痛 但如果你了解了 我们这个反射区脚后跟 是一个膨腔内的器官 那你还要注意的是 去查一查您的这个什么 膨腔内的生殖系统的器官 那边女性呢 可以去了解一下你的子宫的状况 那男性呢 可以去了解一下你的狗丸啊 等这样一些生殖器官的状况 这就是我 这样就大家容易记住了 对吧 自己想一想的出来的 那么他的内的 你看内侧 这内侧是什么呢 是我们整个的基础 我们整个的基础 那我们外侧呢 外侧就是代表了我们的四肢 比如这里有肩膀 这里有膝盖 对吧 这是这样的话 你把大区域给分出来了 在记我们小的 就是具体的反射区 你就容易记啊 你就容易记 所以说实际是很有趣的 是吧 很有趣的 那么我们第一组 第一讲讲的 主要是脚中心的一个什么呢 我们的肾上腺 肾 输尿管 膀胱和整个不腔神经虫 请大家记住 这是最基本的 你要做 一定要先开始做 刚才我们师傅长说 他做了 觉得什么 这个脚小了 那说明 他有某些地方 有什么 有肿胀 那肾上腺 我讲过 他可以消炎 症痛 消肿 退烧 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 所以他在做 这个基本反射区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些区域 前面五个 那今天呢 我们开始 要讲第二组 第二组就是 主脂部分 主脂部分都代表了 我们头面部的 总共有九个反射区 有九个反射区 那么他就这个九个反射区呢 主要是前额 脑垂体 小脑脑干 三叉神经 鼻子 头部 也代表我们大脑 颈相 眼睛和耳朵 这个呢 我接下来就细讲 是不是都是我们头上的 头面部的 对吧 很容易记 头面部的 那我们来看 他的第一个反射区 是什么呢 我们叫前额 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都有一个前额 对不对 那这个前额里面呢 他是有空腔的 有所谓的痘 那我就这个就不细讲 那么他比如说我们讲话等 他会产生什么 共鸣 他会产生共鸣 但如果你这个 因为他我们整个头面部 后面这些孔 所以我们平常会讲 叫七窍 对不对 叫七窍 那么他会讲话的时候 产生共鸣 那假设你比如说 鼻子经常有鼻炎 那么我们的上额豆这里呢 就会产生一些炎症 会引起这个什么 头痛 引起头痛 所以如果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要按什么呢 按这个前额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我们的所有的前额 都在我们所有脚趾头 看到吗 脚趾头的上三分之一 所有的脚趾头 上三分之一 都代表了我们这个前额的反射区 那么像头痛 像失眠 像一些 就是说我们 比如说一些 发音共鸣 有障碍的 是不是都应该按摩 这个前额呢 大家记住了吗 如果有不明白的 等一下 你可以 我们在咨询的时候 你可以问 这是第一个反射区 前额 那我们第二个反射区呢 正好在我们的大脚趾头上 那大脚趾头呢 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头 整个一个头 包括我们的大脑等都在上面 那我们看到脑垂体 它的定位在哪里呢 在我们大脚趾头 直辅的中间 大脚趾头 直辅的中间 那脑垂体呢 是我们身体内 最复杂的一个内分域线 它产生的很多基数 比如我们生长基数 对吧 那么它与身体的骨骼 和卵组织的生长 都有关系 那同时呢 它还可以影响到 其他内分域线 比如甲状线 比如肾上线 比如性线的活动 所以我呢 经常比喻 这个脑垂体 是我们内分域系统的 总施令 大家记住了没有 如果你要想去调解 你整个一个的 内分域系统的问题 脑垂体是一个 必须要按摩的一个什么呢 反射区 必须要按摩的反射区 那么我们的 按摩的手法 按摩的手法呢 一般我讲过 实际上这个手法并不难 你用 轻 手法 用指腹 对吧 用指腹对着 这个脑垂体 又悬射的按摩 如果你要用重手法 请你用十指第二指关节去按摩 就顶上去 右揉 右揉 那么如果你学会了这个定位 又经常去摸一摸这个脑垂体的话 你会感觉到这个脑垂体 它有正常的状态 是软软的 但是有不正常的 比如说有颗粒 或者有气泡 那就说明有什么 有问题了 对吧 那有问题了 你可以提前上医院去检查 去确诊 不要让它什么 疾病发展到严重 再去什么改变 对吧 再去改变 那脑垂体 它对我们很多的一些改善 很多的问题的改善 比如在我们下丘脑垂体 这个地方呢 还会有些后面会有松果体啊 这些是什么 是可以合成我们的推移基数 可以辅助你睡眠的 所以假设你有睡眠的状态 是不是也可以暗揉 我们的脑垂体呢 这个我们仔细去想 那么在这里呢 我还告诉你的是 刚才我讲 比如它合成生长基数 所以假设 你要像让您的孩子 长得高一点 那你不妨 每天帮助他 按摩一下什么 脑垂体这个反射区 按摩一下脑垂体 这个反射区 我把这个拿上去 因为自遮住了 有很多人可能会看不到 能看到我的哈 我把它收缩了 大家能看到我的那个吗 但不收缩吧 我的这些图片 你们可能边上看不到 能看到 能看到是吧 那我就把它收缩了 能看到是吗 能看到我就把它收缩 那这样我的图片 大家都可以看到 大家都可以看到 所以比如说 像让孩子需要长高 对吧 还有些技术产生不平衡 比如说有些 这个不容易怀孕的 对吧 那么要调节这些内分泌技术的话 肯定是要按这个什么 脑垂体 按脑垂体 那脑垂体呢 我们图上是在 我们这个大脚趾的中央部位 那这是我们只婴儿生下来 它没有走路 没有挤压 所以它是在正中的 但是呢 随着我们年纪的升大呢 我们经常走路 会挤压它 所以有时候呢 它会偏望什么呢 内侧一点 偏望内侧一点 但你这个仔细去感受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第二个反射区 第二个反射区 随体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所有的内分泌系统的问题 比如甲状腺问题 对吧 比如糖尿病 比如我们一些 不孕不育 这些问题 包括我们乳腺的问题 比如乳腺增生等 因为这些都和我们内分泌有关 这个垂体 脑垂体的反射区 是必须要按的 记住这一点就可以 那么第三个反射区呢 就是小脑和脑干 那小脑和脑干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整个都是大脑 对不对 这整个都是大脑 那么我们的小脑呢 就是在从第二个开始 这是我们的什么 肩脑 小脑呢 是从第三个 实际都是在我们后面 在我们后侧 脑的后侧 那小脑主要是管什么呢 管平衡的 管平衡的 那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 这个人小脑萎缩 所以他走路就是什么 不平衡 严重的呢 甚至一点一点的 我们叫五岛步 五岛步 那小脑很重要 他管平衡 同时呢 我们还会看到 这里是有脑桥 脑桥下来就是什么 盐水 那盐水 就是我们这柱里面 盐下去 就是我们这柱里面的脊髓 那么它是一个整个神经术 也就是像我们提的呀 我们的一些电位的信号啊 等等传导啊 都是要通过什么 神经去传导的 对不对 那么它就像我们家里 所有的电器 要靠什么呢 要靠电线去传导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 那么小脑脑干呢 它正好 它的板射区 在哪呢 在我们大脚指头 就是靠近第二指的指侧 你仔细去观察呢 在我们大脚指头 这个上面 有一个什么 凸起 有一个凸起 如果你这个凸起 越饱满 凸的越起 说明你这个小脑 状态很好 记忆力也比较好 也比较聪明 也比较聪明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小脑脑干 小脑脑干 那么因为它是可以指挥 我们所有的 它是一个神经术嘛 所以说假设你要去改善 比如说一些中风后遗症的 这个什么 手脚出现的问题的 对吧 那你小脑脑干 肯定也是要什么 认真去按 认真去按 那同时 想记忆力减退 对不对 像有 阿摩阿摩阿摩之症 那这种都和这个有关系的 都和有这个有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呢 可以重点去按 如果你没有问题保健 我就建议你清手法就可以 用食指指腹 轻轻的按 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痛的 如果比较敏感的 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 它都在什么 退化 都在退化 所以呢 它就容易什么呢 摸上去有一点点疼 有一点点疼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问题了 比如已经是中风后遗症的 或者是你已经有小脑萎缩 对吧 记忆力急剧下降 平常走路又不平稳 那这个时候呢 我要建议用重手法 有重手法的刺激 就是用我们第二 食指的关节去顶按 顶进去以后 再怎么样 再去揉 再去揉 这样的效果呢 可能会更好一些 记住了吗 这是第三个反射区 小脑 即脑干 那我们知道 这个大脚指头 是不是很重要 在我们大脚指头上 那么第四个反射区是谁呢 叫三叉神经 三叉神经 它的定位 正好在我们大脚指靠近第二指的内侧 内侧的侧面 全部都是三叉神经的位置 那三叉神经我们来看看它的解剖位置 为什么叫三叉神经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它从这个三叉神经跟这里开始呢 它分成了三个岔路 第一个岔路呢 就是指挥我们眼睛以上的部位的 眼睛以上部位的 那第二岔呢 它主要是指挥我们眼睛下来的 到上额啊 到上额 那第三叉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下额啊 下额 那么它整个你可以把它区分成 整个大脚指头靠近我们 第二指的内侧 可以把它分成三等份 最上面的就是第一叉 指挥眼睛的 中间的就是第二叉 指挥我们从眼睛以下 什么呢 上额 对吧 这一区域的鼻子啊 上额 那么下面的下面第一 就是我们指挥我们下额的啊 指挥我们下额的 那临床呢 我们也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些问题 比如说有些人三叉神经痛 是吗 那不但痛还会形成什么呢 嘴歪 是不是啊 眼睛也斜 在一般的就是正常的一些治疗 特别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针灯的治疗 打磨的治疗 它的效果没有足疗快 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们的是没有足疗快 而且呢 我们如果在面上用传统针灸去扎的话 一个呢本身头面部血管丰富 神经也丰富 你没有经验的一些医生可能会扎坏你的某些地方 对吧 那这个呢 你只要自己去按 按摩的手法 请大家看着啊 按摩的手法 就是从上往下 从上往下 你他越疼 这个地方越疼 你越要按摩 按到这个地方不疼了 你这个地方是吗 你这个三叉神经也好啊 另外一个呢 我们这个三叉神经啊 有时候嘴歪 对吧 眼斜 他不一定是三叉神经的问题 可能是中风的前兆 这个呢 你可以自我去判断啊 那我们看中风的前兆 怎么去看呢 把它区分开来呢 第一个 看您的大脚指头的指甲盖 你的大脚指头 我刚才讲了吗 大脚指都代表了我们 头面部的 大脚指头的指甲盖 如果不是正常的粉红色 它是树叉 而且有很黑的树的条纹 那么要注意什么呢 要注意梗色的状态 因为你这个什么 血液当中垃圾太多了 垃圾太多了 那这要注意 说明你的血液粘稠度啊 是不是很高 要注意梗色的状态 因为我们中风是分成两种 一种是梗色或者酸塞 一种是什么呢 出血 主要是这两大类 那么你要区分开来 因为你要愿意去治疗 我们医生也一定要给你区分开来 因为为什么治疗 它是两个方向 对吧 出血要止血 您梗色要给它浓血 所以搞错了 这比较麻烦 那么假设你的这个大脚趾的指甲盖 有针尖样的红点 记着有针尖样的红点 那就说明什么呢 那就说明您可能已经有少量的出血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提前给你预报的 我们人的身体是很精密的一台仪器 它有自我的报警系统 那如果你平常观察有这个 到时候呢 你比如说突然之间觉得某个半个身体 拿东西也拿不住了 掉了 或者呢流口水了 那这些一定是注意 要注意什么呢 马上要进医院去检查 你就可能有中风的前兆 因为有时候三叉神经痛会和这个有些什么混淆 所以我建议您自己平常都看看 不要延误了你的一个治疗的时间 不要延误了你的治疗的时间 所以三叉神经如果只三叉神经 我们只是讲 由于受到了风寒鼠尸的侵袭 对吧 那么你这个神经出现了一些炎症 它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疼痛 它的传导发生一些障碍 才会歪斜等 才会歪斜等 那这个呢 是要和我们的中风区别开来 区别开来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一个反射区呢 是鼻子 那鼻子的反射区在哪里呢 在我们大脚指头 它在脚背面了 它在脚背面了 在靠近我们这个 因为我刚才讲 这里是外侧 这里是内侧 靠近我们内侧的一个方向 脚指甲盖 大拇指最外侧 最外侧 这个靠近指甲盖 乘一个七字形 你看我的这个图片 你可能更清楚一点 我用红色标出来的 乘一个七字形 这就是我们的鼻子的反射区 那鼻子呢 我们都知道 它主要是我们上呼吸道的一个什么 第一个开口 对吧 上呼吸道的第一个开口 所以说呢 它和我们的呼吸息息相关 那同时呢 它每天要把这个新鲜空气呼吸进来 那我们新鲜空气里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脏东西啊 像粉尘啊 一些颗粒啊 对吧 那么我们的鼻腔里面呢 它有铅毛 它第一关的什么 铝过 把这个病毒啊 这些这个粉尘啊 对吧 它铝过 铝过以后呢 所以它会产生一些粘液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 鼻涕 对吧 这是它的第一个 我们的防御的系统 那么鼻子呢 实际上它和我们哪个器官是最紧密相连的呢 鼻子我们讲它和我们的肺是紧密相连的 用我们中医理论去讲呢 肺开窍与鼻啊 肺开窍与鼻 所以风寒鼠射一来 你第一个感冒 首先会感觉到什么呀 鼻塞对吧 或者流鼻涕 对不对 这些呢 实际上都是一些自然的反应 它会告诉你 你要去什么 提升它的免疫 要去预 就是说支撑它 去改善这样一些症状 这样一些症状 所以呢 我们要建议的是很多特别是小孩子 对不对 小孩子经常去抠鼻子 那么我们的鼻液膜 它在里面的毛细血管 比较什么 比较薄 比较薄 那么容易抠破 是吧 容易抠破 那对我们的第一道防御的这个 关窍 是不是也会造成省伤呢 也会造成省伤 所以呢 尽量也要保护好它 也要保护好它 那么假设你感冒了 那么我们这个鼻板色区是必须要做的 必须要做的 你也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在感冒的时候 你按这个鼻子的板色区 你多按之下 你就会觉得你的鼻子就通了 你的鼻子就通了 你就会有一些这个鼻涕 你把它陷掉 对吧 等于这些代谢藏物给陷出去了 那么它的按摩的手法呢 这个只能用我们的大拇指的指幅 大拇指的指幅沿着我们大拇指头的这个外侧的指甲盖 给它什么 从上往下到靠近甲盖的地方给它转弯 一定要转弯的 这个挺好玩的 你们仔细去看 这样去按摩 大家记住了吗 这是我们的这个什么 鼻子的板色区 所以如果你的肺功能比较低的话 就会经常会看到有些小孩子 长年的鼻炎不啃好 这个实际上是很不好的 因为我们讲肺死管 胃外的 对吧 说明你的免疫的防御系统已经下降 所以对胃外的功能就会下降 那就容易造成这些什么感冒啊 这些问题出现 那特别是近一段时间 我们这个肢源体 医源体 甲瘤等等 是不是就比较猖獗 比较猖獗 那如果你平常也可以给它去做些什么 按摩的辅助 提升它这个胃外的功能 那么实际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那如果你已经有感染 那么你可以按摩这个 可以改善你的鼻塞 这样一些症状 这样一些症状 明白了吗 不要小看这个鼻子反射区啊 很小 但是 作用还是很大的 那我们来看 下一个反射区呢 就我们叫头部反射区 就整个大脚趾头的指幅 整个大脚趾头的指幅 那么我们都知道 大脑是我们整个一个的什么 神经传导的中枢 对吧 神经传导的中枢 我们的神经系统 所有的指挥系统 是不是都在我们的大脑上 都在我们的大脑上 如果你整个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 那么就会也会出现什么呢 很多的问题 对吧 你出现在哪个区域 哪个区域就会有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一个的大脑 对吧 有前运动区 对吧 那你如果这个运动区出现了问题 是不是你的四肢就会出现问题呢 如果在这里味觉区出现了问题 那会出现什么呢 出现你的这个吃东西啊 互相没有味觉 那同时呢 我们这个视觉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四肢联合区 如果在四肢联合区 他这个神经的传导出现问题的话 你的视力就会出现模糊 对吧 或者呢 视力就会下降 对吧 所以说呢 整个大脑呢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特别重要的 那像这个区域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运动语言中枢 为什么有些人中风以后 他的四肢还可以 不像别人 比如说半生都不随 但他话说不出来了 这什么呢 说明他堵塞在这个区域 堵塞在这个区域 那么我们就要重点 去改善这个区域的血液循环 对吧 那如果是在我们这个区体 不行 那么我们就改善这些区体的这个神经系统 来改善你这个什么 半生不随的 对吗 不方便的 这个 实际上为什么 我们这个逐步健康法 通过反射区 是可以达到这些治疗呢 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他这个治疗的原理是什么呢 实际上他就是用了我们这个神经反射的原理 当你去按摩某一个反射区的话 就等刺激 对吧 那刺激 他的话呢 他会通过我们的传入神经传递到我们大脑 那我们大脑进行了整合判断 整合判断 那么他就会发出他的阻断病理信号 改善这个机体的生理活动的信号 那通过什么呢 再通过我们的传出神经到达我们的法器官 比如我们按摩这个鼻子 对吧 你再刺激 他通过传入神经到达我们的大脑 再通过整合判断 又发出治疗和阻断我们病理信号的信号 通过传出神经到达我们的法器官 鼻子 对吧 就可以得到改善 可以得到改善 所以整个的一个大脑是不是个中枢司令部 所以你呢 这个大脑的反射区 你要按的时候 请记者要把整个大脑的反射区要按全 因为他是他区域比较大 对吧 整个大拇指的指腹都是他 那么他的手法是怎么样呢 他的手法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轻指法 那轻手法一定是从上 从上往下 你看从上往下按到这个颈的部位 那么他你按一下能按全吗 按不全 所以起码有按三到四下 才能把整个大脑的反射区能够什么 全部按到 全部按到 所以做的手法很重要 不要看定位实际很简单 最重要的你还要去实现 去悟 你才能改变你一些身体上的不识状态 对吧 身体上的不识状态 那同时当然你经常去摸 经常去感悟 你也会摸出来 他这个里面有没有气泡啊 有没有颗粒啊 有气泡有颗粒 说明他里面有什么呢 有些脏东西呢 血液环 血液循环 不畅了 或者呢 有些硬的啊 你顶上去有点硬的 像就是其他的异物一样的 那么也有可能里面已经长了什么 长了东西 他这个一定是能够提前查出来 你当你在医院没有查出来 或者也没有太大的感觉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是可以摸出来的 因为在我那么多年的这个生涯当中 帮很多人提前查出问题 再到医院去仔细做什么CT等 那提前查出来 比如脑肩支流 对吧 提前查出来 提前手术总比他发作了以后恶化了 在治疗是不是预后就更好 所以这个呢 记住了啊 他的手法是从上往下 从上往下 而且呢 一定不是一下 因为他这个指腹 对吧 整个大脑是比较大 那我们经常按摩按摩 这个大脚指头 是不是对我们什么 对小孩来说 是不是可以达到聪明 对老年人来说 经常按摩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预防老年痴呆 是吧 实际上呢 并不难 这些个东西并不难 关键在于坚持 关键在于坚持 这是我们下一个反射区 下一个反射区呢 叫颈向的反射区 那在颈向反射区呢 我们从我的解剖图上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我们下额开始 一直到我们这个颈的这个骨头 这个地方 对吧 整个一个的颈向 那这颈向呢 它边上是不是有几根 大的动脉血管的 什么 走过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是什么呀 这鼠标那么滑 这个就是我们的颈肿动脉 颈肿动脉 那同时呢 我们这里有什么呢 有额骨下动脉 额骨下动脉 是在中间的 有在中间的 那我们还有这个两侧呢 是锁骨下动脉 那这些动脉血管又比较大 那么同时都是连接的 我们什么 头部 他们重点要去供应 我们头部的血循环 那么颈向呢 实际上它主要是连接 我们这个头 可以让我们的头啊 自由的转换 对吧 我们的脊柱它是由 颈椎是由七节组成的啊 七节组成的 那么它关节和关节处都有什么 关节连通啊 有连通 所以呢 它是可以得到自由的活动的 对吧 我们点头 抬头 左右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是颈向 那么颈向的反射区肯定是和我们颈椎是颈椎在后面 对吧 颈向在前面 但是它们整体是属于颈这样一个器官的 那么在我们的颈 这个我们的锁骨下动脉中间两侧呢 我重点要讲的有一个我们叫降压区啊 降压区这一点呢 高水压的病人您可以重点记一下 在这里有个降压点 因为我们整个大脑你看颈向是不是在这里吗 横的这一圈 红的大家看到啊 都是一个颈向的反射区 但在这个终点正好是我们的这个颈种动漫 这里 这个地方 对吧 这个地方 那你就可以看到的是 但是在中间是有个降压点啊 如果你是有经常有血压不稳定啊 比较高的 那么可以在颈向这个终点这个地方呢 重点经常可以去按摩按摩啊 按摩按摩 那当然我们降水压不是逛按摩的问题对吧 还有你的饮食状态 你的就是生活习惯一个不熬夜一个不要吃的那么咸啊 我们讲如果你高水压的话 我一定会建议您吃无辣盐啊 吃无辣盐这样的效果呢 会更好一些 当然你在配合我们的这些按摩对吧 配合你日常的生活习惯的改善 那肯定是能够辅助您平稳这个血压啊 平稳血压 那你血压在很高的情况下 那该吃药的时候还得吃药 但是吃药呢 我也一定要建议大家的是不要随心所欲啊 因为有些老人就会觉得 哎呀我今天血压不高我就不吃了 不可以的 如果你已经在吃药 你一定要遵照依族啊 遵照依族 那你什么时候通过 比如说物理理疗的方法 通过你的营养的改善 你的血压一直达到很平衡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逐步的减药 可以逐步的减药 也不能一下子把药全减掉了 逐步减药才是科学的 当然你如果有这些恒星 是完全可以到最后 把药物全都什么 减掉的啊 全部减掉 因为我们都知道高血压药 特别是对我们肾脏的损害 特别的大啊 特别的大 所以呢可以通过各种辅助的方法 来让降低这个药物的服用 降低这些药物的副作用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个反射区 叫景象 叫景象 大家记住了吗 那我们的第八个反射区呢 是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眼睛 那眼睛呢 是您的第二指和第三指都是眼睛的反射区 都是眼睛的反射区 那么大家我们都知道啊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 你是很痛苦的 对吧 看东西也模糊 那我们怎么样去改善这个眼睛的反射 眼睛的功能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啊 眼睛它需要很多有效的营养素 比如说我们经常建议大家多吃一些什么 像蓝莓啊 这些 因为为什么它里面的花青素 是可以辅助我们提升我们眼睛的 同时呢 像一些玉米呀 菠菜呀 里面的维生素A呀 对吧 这些都是对我们的眼睛可以起到滋养的作用 同时维生素C 也是对我们眼睛是很好的 眼睛是很好的 那同时呢 我们也会看到 现在有很多人呢 特别是老年人 经常会听到一个什么呢 黄斑变性 对吧 大家看到这里是一个黄斑 那因为我们的眼球啊 实际上它是没有这个什么周边 它吸收营养是靠我们的这个防水 并没有 你看这就在后面 它才有这个模式血管 看到吗 在我们前面 这个角膜啊 这个地方 筋状体这个地方 是没有血管啊 它是通过我们眼睛周边的 这个什么筋状体周边的一些液体 这些营养素去供应它 那这个营养素里面呢 它会有很多的像维生素C等这样一些物质 所以平常呢 你的蔬菜水果肯定要多吃 那当然更建议 吃一些像胡萝卜呀 蓝莓呀 对吧 这样一些对眼睛好的 那特别是在目前这个状态下 特别是我们一些很多的年轻人 包括我们现在老年人也是啊 看电脑多 看手机多 那么对眼睛伤害就特别的大 特别是蓝光 手机开机的时候 电脑开机的时候 这些蓝光都会省伤我们这些脚膜啊 这些啊 那么眼睛的反射区很好 我已经讲了 就是我们的第二第三指 对吧 第二第三指 这两个脚趾呢 都是代表了眼睛 那么这个眼睛呢 我们的按摩手法 它是比较特殊 因为一个脚趾头 有几个面呢 有一个面 两个面 中间再一个面 这是不是有三个面 有三个面 那两个脚趾头呢 就有六个面 就有六个面 那同时在这个脚趾的指根 每一个脚趾的指根 内侧和外侧都有一个点 那么一个脚趾就有什么 两个点 那两个脚趾是不是就有四个点 有四个点 那么我们在按摩的时候 是这六个面 四个点 都要按摩到 都要按摩到 那它的手法 也是从上往下 先按这个侧面 靠近大脚趾头的这个侧面 再按掌面 再按靠近 那个小指的侧面 对吧 那同时再按第三 就要按照这样的胜序 六个面都按摩到了以后 还要这个四个点 要用您的第二指掌关节 去什么 点 点柔 所以这个按摩就比较特殊 但是呢 我要告诉你 眼睛并不仅仅是我们的什么 视觉器官 从中医理论上来讲 肝开窍于目 肝开窍于目 所以说呢 眼睛的保护 也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你对眼睛 进行很好的按摩 同时对它进行很好的保护 实际上就是对我们 哪个脏器的保护呢 我想大家都明白 一定是对我们什么 肝脏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以后我会专门给你们讲 这个肝 它的整体的功能 在我们整个一个的人体的生理功能 和它对健康方面的一些作用 怎样去改变它 对吧 或者去维护它 这是很重要 那我们现在先来维护眼睛 先来维护眼睛 那这个眼睛的按摩 所以呢 一定这六个面 四个点 一定要认认真真的按摩 那么对小孩的近视 对吧 对我们这个三光 对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老花眼 对我们老年人 很多的一个什么白内障 你都可以认认真真的去按摩 这些板色区 是因为血循环加快呀 对吧 白内障实际上就是我们 黄斑变性是啥意思呢 白内障呢 是在我们玻璃体上 它是垃圾蛋白的层接 就像一层 你这个玻璃球上 涂抹了一层什么 白油或者油脂 你当然就看不出来了 是不是 那黄斑是在后面 大家可以看到的 是在我们眼球 这个地方 那么它这个地方都是有血管 那这个血管 黄斑变性 实际上就是我们 也是我们体内的垃圾脂肪太多了 那么它会涂抹在这个地方 也会造成什么呢 它的一种改变 实际是告诉你 你的血管有问题了 有硬化了 是吗 因为我们一般的脏器器官 只要有血管的地方 它都是输送营养 或者是境外是排出独树的地方 排出独树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要认真的保护它 那平常呢 我也建议我们一个呢 看东西 你不要盯着 长时间的盯着 就是这个电脑看 一般我建议你一个小时 最多两个小时起来活动一下 对着远方看绿色的东西 看三到五分钟 让它修生养息 因为用我们中医理论讲 绿色路干净的 同时对我们眼睛也是有好处 你老是盯着看 是不是 那么这些蓝光啊 对吧 这些辐射的东西啊 都是通过我们这个眼睫 解膜对吧 往身体内去 那同时呢 你可以去按摩 按摩你这个竹上的眼睛反射区 当然你也可以做做本体的眼保健操 眼保健操 实际我现在觉得最感到痛心的是孩子 现在孩子们的眼睛真的退化特别严重 那如果你老是不保护它 我们因为讲眼睛是肝的开窍 你就是就可以伤肝血 对身体是不利的哦 对吧 那当然我们还会以后有其他的那个呢 我会分主题给大家重点去讲啊 今天呢 只是讲这个反射区你要大致了解你的眼睛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对吧 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它和哪个脏气有关联 那你平常的饮食休息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维护和改变 维护和改变 那么我们最后 这第二组的最后一个反射区就是什么呢 耳朵 耳朵反射区定位并不难 就是我们第四第五脚趾 第四第五脚趾 那么他们同样是六个面 同样是六个面 因为是两个脚趾 对吧 同样有四个点 按摩的手法完全是一样的 完全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耳朵 它是一个听觉器官 对吧 它会接受外在的一些生命的信号 那么通过它传导到我们的听觉神经 我们才会去分辨 对吧 才会去分辨 但耳朵里呢 有一个特殊的东西 也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蜗牛一样的 有点像蜗牛一样的 这个 大家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像蜗牛这个一样的 那里面就有我们的耳窝管 那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 什么呢 有的人头晕 对吧 头晕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耳水不平稳 这里面是有水 那么它里面呢 这个不平稳了以后呢 就会造成什么 悬晕 特别是美尼尔士综合症 美尼尔士综合症呢 主要是这个耳水不平衡 而导致的 那么当然还有一种头晕是什么呢 耳朵里也会长耳石 因为任何东西我们都讲 它都有一些分泌物 那耳石如果长在这里 也堵住了呢 堵住它的通路呢 也会什么 造成头晕 所以头晕只是一个症状 你呢 要仔细去查一查 要去查一查 如果是耳朵的问题 那比较好解决 比较好解决 那比如说 我们这个美尼尔士综合症 可以临床呢 很简单 可以用一些什么呢 咽酸啊 云海银啊 这是咽车药 对吧 达到一个平衡 它是症状可以改善 但是整体的问题还没解决 整体的问题 是要让它达到平衡 那么我们一个是可以 给它进行按摩 对吧 进行 当然还有一种头晕 是我们中风的头晕 血压高的头晕 那么你要对症去改善 按这个耳朵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是没有用的 如果你是耳朵的问题 产生的力 那么你可以 你可以去按摩 这个耳朵的反射区 耳朵的这个问题呢 也会经常出现 有的人比如说有中腕炎啊 是吗 有听力的减退啊 这些都可以按摩 这些都可以按我们这个耳朵的反射区 耳朵的反射区 那么耳朵又是谁的开窍呢 大家记住 耳朵是我们圣障的开窍 圣开窍于耳 所以不要小看它 而且我们经络啊 在我们耳朵有边上是有三条经络走过了 有圣经 有肝经 有胆经 对吧 走过 所以说呢 如果你经常按摩按摩这个耳朵 对这些三条经络的疏通 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啊 也有一定的好处 那么我们这个耳朵是肾的开窍 那我们如果经常按摩它 是不是反过来 也会促进我们肾的什么功能的提升 也会促进我们肾的功能的提升 那我要给你们大家讲的是 因为我们第一讲就讲到过肾 对吧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肾为先天之本 是爹妈留给你的 爹妈留给你的 那同时呢 我们要理解一个肾为我们身体当中 所有的生命活动物质的一个基础 因为我们人每天 为什么你会生活对吧 你会学习 那用我们这个话来说 是你爹妈 生下来的时候给你留了两管煤气 两个煤气罐 剩是不是像两个煤气罐 那么它里面的煤气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 精气 那每天在通过你的肺 那每天在通过你的肺呼吸进来的是什么呢 清气 再加上我们胃 我们每天吃东西对不对 吃东西经过了我们脾胃的水果韵化 就变成了一个精气水果精微的精气 所以这三种气柔和就产生了我们每天所需要的能量 所以说剩呢 实际上是所有能量活动的物质基础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如果是剩功能比较低下的话 那它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呢 我们还经常会听到 哎呀 剩虚了 是不实际啊 因为它和很多生命活动有关联 有关联 那实际上我们真正的提升 补剩实际是很难补的 我要告诉你们 重点是要去提升谁呢 提升我们脾胃的水果韵化的功能 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这个煤气罐每天在放 你不给它补充 它怎么给你工作呢 您告诉我 那它这个要补充 怎么补充 它当然是要通过 我们吃进去各种各样的食物 通过你脾胃的整体的什么 消化 对不对 整体消化再变成你的这个什么 我们终于讲的是因 就是血 因为只有血脉充足 你才会你的什么 才会你的气 才会足 因为气和血是不可分割的 气为血之帅 血为气之母 所以通过你补就是什么呢 调整你的脾胃 让你的脾胃的消化功能 也就是水果精微韵化的功能提升 那你才能得到各种各样 我们细胞所需要的营养 那么才会产生强大的什么能量 对吧 你看我讲话 在用能量吧 我思考也在用能量吧 那能量在中意上是什么呢 就是气 所以平常不要小瞧了一些 我们一些很简单的一些运动 一些按摩 对吗 但是我还会告诉你 不要小看了 我们一日三餐 你的一日三餐也相当相当重要 也相当相当重要 那这是我的题外话 但是你要知道 胜为什么 先天资本 那么胜的开窍是耳 所以我们凡是如果你肾有问题 耳朵有问题 这是不是这个耳朵 耳反射区一定要按摩呢 是不是一定要按摩 为什么我们基本反射区 重点就是肾上腺 对吧 这是我们的这个系统呢 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去维护 应该怎么样去维护 那么在这个 只要是耳朵的问题 都可以去按摩 都可以去按摩 那么我们来看看 随着年龄的生长 我们身体各个器官都会退化 那么对听觉器官的功能 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听力就会逐渐下降 那么这种情况 实际上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 但是你提前做好养生保健 可以降低听力问题的几率 根据我们相关专家的研究证实 在生活当中 常吃这几类食物呢 可以起到保护听力的作用 因为肾开胶远儿养肾即可 那我们来看看 第一道我要推荐给大家的 小木瓦瘦肉汤 取瘦猪肉100克 黑木瓦30克 生姜3片 加入水适量 用文火炖煮半个小时 那本方呢 是可以补胜钠气 具有降低血粘度的作用 长服呢 可以改善听力 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 木瓦里面有木瓦多糖 对吧 它是可以提升免疫 同时呢 黑木瓦里面又有很多的什么呢 铁 铁元素可以增加我们红细胞的 用氧的含量 那么你的氧气的含量越足 是不是你的能量也是用足呢 这个就是第一道 都是很简单的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有问题 能不找药房的 尽量走厨房 厨房里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是可以帮助你去达到改善啊 那么第二款呢 要推荐的是紫菜萝卜汤 那取胡萝卜两根 紫菜10克 花生油两汤勺 花生油烧热 放入切成片的胡萝卜 片炒制 请大家记住啊 胡萝卜水一定要用什么油炒制 因为它里面含的维生素A啊 β胡萝卜素啊 它们都是脂溶性的 所以必须先要用油炒 加入水适量 用火炖煮10分钟左右 出汤前再放入紫菜 那紫菜呢 它也是一种藻类 也有很多的多糖 有很多水融性的切维素 同时呢 我还告诉你 紫菜里的含美量是最高的 是最高的 所以呢 这个是又简单的做 同时萝卜大家都知道 是吧 胡萝卜的这个壁竹啊 里面的β胡萝卜素啊 都是很高的 比较 吃又比较好吃 对吧 又容易入口 那第三道呢 叫陆重荣 邓阳顺 那中医呢 我们有句话 叫乙行 苦行 那阳胜一对 陆重荣30克 陆重荣是一种中药 那这个可以 药房里是可以买得到的 把阳胜与陆重荣 一并放在砂锅内 加入清水 那当然阳胜前面 你们自己可以先 先要清洗 把里面的那些东西 津津喇喇喇的给劈掉 对吧 用大火煮沸 再用文火煮20到30分钟 以阳胜熟烂为度 捞去入虫笼片 就是把中药的那个片子捞去 浊江适量的胡椒末 味精和新年 这个呢 也是可以什么 养耳朵的 也是可以养耳朵的 实际就是 如果你比较 胜的功能 也比较弱 比如说你小便 很多 小便清肠 那么也可以用这些 也可以用这些 祝福大家新年好 这个呢 我们唱歌我们跳 祝福大家新年好 HAPPY NEW YEAR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